哈喽大家好 我是艾佳 作为惠威的一名工作人员 一直以来我都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于我们惠威的小故事 那么这个视频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惠威的销声室 视听室 以及我们在这两个场景里面进行一些技术测试和听感评测的几款出色的产品 目前我所在的地方是广东珠海惠威本部 而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就是今天的主角 里面涵盖了我们的销声室 视听室 以及一个工程师的小型操作间 现在就跟我一起进入销声室吧 我们在进去之前要先穿好我们在门口准备好的这种鞋套 避免将一些细小的灰尘带入 手机呢肯定是掉不下去的 因为我们在这里铺设了一层面网 但是灰尘和细小的杂物就有可能从这些缝隙中落入 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确保整个环境的整洁与干净 但销声室的大门关上后 我们就真的完全处于一个静谧的空间了 此时我所发出的声音是没有任何回声的 就好比身处于一个自由场的空间 没有边界也安静的令人心悸 尽管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绝对安静的空间 但是待个时间长了也会感觉到不舒服 所以我们一般也是短时间进入 进行音箱的调试和测量 销声室作为电声测量的基础设施 必须拥有出色的声学环境设计 这个销声室是在2020年正式交付使用的 也是惠威自2004年建成的广州销声室后的 又一座超大型专业电声销声室 大家可以看到环绕着整个空间的 便是吸声效果极佳的金属吸声尖坯 尖坯的截止频率 也就是吸声系数大于0.99的最低频率为50赫兹 安装监批后 整个销声室的自由厂进容积为464立方米 值得一提的是 珠海销声室将整个大楼半埋入地下 这样销声室的地网和地面 就会处于同一个水平面上 方便测量产品的进出搬动和摆放 平日里我们的工程师们 就会在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对产品进行测量 与此同时 相关的数据会同步反馈到销声室外部的测量系统界面上 那么要达到准确的测量结果 一定离不开数据的支撑 也就意味着离不开专业的电伸测量系统和设备 我们惠威从1992年开始引进 及购买了各类专业的电伸测量系统 及电伸设计软件 建立了一整套标准的测量流程 也培养了一批专业的测试团队 如果说我们专业电伸销声室 是一个以数据说话的地方 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 则是一个提供主观评测的场地 也就是我身后的这个标准的试听史 在这个试听史里 我们会对产品进行听感的评测 许多时候我们会组成一个主观听音团队 大家集中到这里来 对产品盲听对比 一款产品从研发到最后上市 会经过多次这样的步骤 确保我们的产品到消费者手中时 拥有出色的声音品质 也正因为如此 我们打造了众多经典与革新制作 比如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M200 MK3加 M300 MK2 D1090 D300 以及我们的M5A M200 MK3加 隶属于惠威的M200系列 这是一个拥有明显的惠威印记的系列 也是许多发烧友记忆里的遗述光 因为很多朋友 人生中的第一款音响 就是M200系列的产品 而我们的M200 MK3加作为这一系列里 最具代表性的产品 凝聚了创新的外观设计 先进的电声科技 高端的扬声器配置 以及出色的声音表现 它的前方面板采用了 根据声学环境优化的倾斜仰角设计 音箱的侧板采用了上层的西南华原木 并经过十多道工艺手工锻造而成 扬声器配置上则采用了 被广泛应用于会为高级音响的 28毫米天然球顶高音单元 和拥有震撼能量的5.25英寸 PP符合振膜中低音单元 高精度的数字前级 120瓦的庞大功率储备 再加上多元化的输入模式 M200 MK3加当之无愧 成为多年来屹立不倒的 惠威经典之一 位于M200 MK3加旁边的 则是我们上市不久的新品 M300 MK2 没错 它就是与M200 MK3加 一脉相承的同胞兄弟 M300 MK2在外观设计上 与M200 MK3加相似 采用了前方倾斜仰角设计 不同的是 我们的工程师经过无数次精密的测试 将它的倾斜仰角调整为四度 确保听音者能够听到准确的轴向直达声 拥有更出色的声响味特性 与此同时 M300 MK2两侧也依然采用了加厚的声学侧板 能够大幅的减少相体斜阵 作为进阶的新产品 M300 MK2采用了有源三分屏电子滤波技术 由一支惠威专利等磁场带式高音 一支50毫米铝镁合金中音 以及一支6.5英寸大口径 长冲程的低音单元组成 其中 这支等磁场带式高音非常强劲 它的高频可以轻松抵达40千赫兹 扬声器大手笔外 我们的工程师还为M300 MK2 配备了大功率数字功放模块 和齐全的输入端口 整体的功率储备强劲 能获得360瓦的大功率输出 输入端口则应有尽有 WiFi YLAN 蓝牙 关签 同轴 平衡 线路等等 其中蓝牙支持5.0aptX HD 低视针 低延迟 更顺畅 此外 值得一提的是 M300 MK2 数字接口采样率高达24比特 192千赫兹 通过了Hi-Res Audio认证 高解析力的声音 打造出真正的高保真音质 接下来看到的是我们的D1090 它承袭了惠威D1010和D1080的经典设计 又柔和了崭新的电声技术 它的外观设计 降星独运 精美的木纹箱体 不规则的前面板 搭配低斜阵箱体结构设计 呈现出古典雅致的美感 也让音质更为拔出 而便捷的测制调节旋钮 控制在高保真级别里的高低音调节 不仅满足了用户个性化需求 也彰显出了惠威一直以来 对声音品质的追求和初衷 不断创新只为更好的声音 D1090的扬声器采用了全新设计的 28毫米猫眼球顶高音单元 和6.5英寸大口径中低音单元 高频明晰 中频存核 低频澎湃 左右双声道功率可以达到220瓦 此外 D1090也配备了多元化的输入模式 满足不同用户日常生活中的多种听音需求 也是如今发烧友非常喜爱的一款产品 这一款D300则是惠威全新的系列产品 D300的箱体采用简约时尚的木纹 配黑色哑光式面 前方是一块不规则曲面升学战板 配合延伸至两侧的对称弧形扩散结构设计 能够大幅减少声波颜色 使得音质更为明晰纯净 D300配备了一支专利等磁场带式高音 和一支6.5英寸大口径铝铭合金中低音单元 整体音色亮丽明晰 全权到肉 D300同时配合了丰富的输入端口 满足用户实际应用环境中的多种需求 而最值得一提的是 工程师们为D300搭载了一个新功能 那就是D300箱体后方背板 所配备的桌面脚架摆位模式一键切换拨杆 用户购买回去之后 不仅可以将其摆放在书桌或电视柜上 还可以购买惠威专用脚架后 将其放置在脚架上配套使用 工程师们在供放DSP里 针对桌面模式和脚架模式 内置了两组数据 这使得用户无论波动到桌面模式 还是脚架模式 都能够一键激活相应的DSP预存数据 让听音者拥有出色的灵赏体验 接下来要讲到的则是我们的大家伙M5A 这是一款发烧有绝对不陌生的产品 作为书架式有缘音箱 M5A无论从外观 扬声器 音质 还是多元化的输入而言 都是旗舰级 参考级的存在 首先我们来看看它的外观 它的外观奢华 采用了昂贵的实木箱体 配合前方皮纹试面 整体非常大气 而在扬声器配置上 则更是不计成本 专利等磁场带式高音 75毫米铝镁合金中音 以及8英寸的大口径长冲成低音 其中高频轻松抵达40千赫兹 低频下潜直至惊人的35赫兹 此外510瓦的大功率输出 也让用户畅响正汉澎湃的生产效果 当然M5A也同样通过了Hi-Res Audio认证 数字接口24比特192千赫兹的采样率 实现了高保证的好音质 而M5A的输入端口也同样应有尽有 支持WiFi、YLAN、蓝牙、关签 同轴、平衡、线路等等 其中蓝牙支持5.0aptX HD 基本上用户在生活中 所可能用到的输入模式M5A 它都有 也就是说一套M5A就能解决大家 无论是外观、音质 还是方方面面的影音需求 当之无愧是旗舰标杆 好了 今天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 我们的销声室、试听室 以及几款非常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产品 其实这里面的销声室、试听室 以及部分的产品 我们的董事长姚洪波先生 都曾在他的视频节目 老姚奖音响中非常详尽的介绍过 大家可以前往各大主流视频平台 进行点播观看哦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